老虎 一海里的新宗吧 好 本期节目中 加州海市和南美海市 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比拼 顶球 顶漏斗 转弧拉圈 跳圈 各种有趣的比赛项目 究竟谁更胜一筹 能取得今天这场较量的胜利呢 除此之外 绿野卫视为了保护红富锦基 与飘飘女王和倒霉翔斗智斗勇 红富锦基遇到了什么困难 最终故事的结局如何呢 答案就在本期的绿野寻踪 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稀里 稀里哗啦的稀里 我是哗啦 稀里哗啦的哗啦 哗啦 今天我要带你去看一场特殊的比赛 特殊的比赛 是什么比赛 谁和谁的比赛 别着急 咱们马上就出发 看到没 这些就是我们即将参加比赛的主食 我知道我知道 他们的名字呀 叫做海狮 没错 海狮是生活在海洋中的 但是跟鱼类不同 海狮是哺乳类动物 哺乳类动物是吃妈妈奶长大的 可是他们这次比什么呢 别着急啊 首先要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两位参赛选手 现在出场的这位是一只加州海狮 名字叫做洛洛 今年十四岁 今年十四岁 挥挥手 敬个礼 走上台 真是一身的绝活呀 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带着花环的 是南北海狮 叫做苏子 今年十六岁 看他这身材 这体型 一看就是个能手 小朋友们 今天的比赛 你们更看好谁呢 我支持南北海狮 苏子 我支持加州海狮 Lolo 支持苏子 支持Lolo 苏子 苏子 好了 不该你争了 咱们还是接着看比赛吧 各位观众 各位听众 你们现在收看的是 加州海狮 南北海狮 大比拼 第一轮的比赛 是顶球 首先 是小球 让我们先看看 加州海狮的表现吧 非常成功 这边的南北海狮 苏子 好像对Lolo的表现 有点不屑 那我们看看他的表现吧 饲养员把小球扔进了水里 南北海狮一个漂亮的入水 顶着小球平稳上岸 难怪南北海狮 难怪南北海狮疏散会不屑呢 他的这个动作难度很大 接下来换一个大一点的球 篮球 加州海狮能成功吗 干的漂亮 南北海狮疏散 南北海狮疏散 还是要挑战 从水里把球顶上岸 漂亮 他稳稳地完成了任务 苏三 欣恨地为自己鼓起了掌 可别骄傲 顶球的最后一项 超大健身球 这个看上去很有难度 加州海狮好像有点紧张 没有顶住球 没关系 咱们再来一次 又失败了 看来呀 这次的任务很有难度 南北海狮能完成吗 哗啦 这个大球 我看不好顶 个儿大 又重 不好找重心 加州海狮连试了三次都没能完成 我们南北海狮肯定没问题 你看他前两人比赛 不仅能顶球 还能把球从水里顶到岸上来 这一堆南北海狮就是小菜一碟 吹牛吧你 开始了 快看 饲养员把大球扔进了水里 南北海狮入水 找到大球 向前顶球 失败了 太可惜了 饲养员安慰一下 咱们呀 再来一次 南北海狮顶到了球 但是始终没法上岸 我们看看苏散在岸上的表现 一秒 两秒 三秒 成功了 南北海狮顶球 南北海狮顶球的功力 可真是不一般呀 第一轮顶球 南北海狮 苏散胜利 我哗啦 真是太有眼光了 别得意啊 比赛还有好几轮呢 就南北海狮这身手 要我说呀 怎么比都能赢 我们加州海狮也很厉害的 走着瞧 接下来 比什么呀 接下来这个 可难了 接下来海狮们要挑战的是 饼露斗 加州海狮你准备好了吗 露露有些不太顺利 露斗掉到了地上 饲养员在捡露斗的时候 不小心把鱼撒在了地上 露露这下可高兴坏了 别吃了别吃了 咱这还得比赛呢 饲养员决定最后一次尝试 可是 可是 啊哈哈哈哈 饲养员直接把露斗的另一头 放在了露露的嘴上 这顶伤可不能算成绩 这是作弊 接下来 咱们看看南美海狮的表现 饲养员把露斗掏给了苏散 嗯 这个动作好像吓着他了 苏散直接离场了 哗啦 让你别骄傲吧 这次南美海狮可是一个没顶起来呀 这个也就算个热身 真正的比赛才刚刚开始 心态真好 那咱就接着看 第三轮比赛 第三轮比赛叫做转圈 我们看看 谁更厉害呢 加州海狮率先尝试 失败了 失败了 露露自己捡起了圈 再来一次 非常成功 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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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让我们看看南美海狮的表现 实际上 失败了 给灰心 再来一次 这个节奏不太对呀 看来呀 这个动作对于出赛有点难度 这一轮的比赛 加州海狮完胜 这是要逆转的节奏 你也别得意 咱不是还有最后一轮的比赛吗 最后这轮比赛是跳圈比赛 为了让大家看新南美海狮比赛的高度 丑丑准备了一个特殊的道具 自制的刻度尺 一个颜色有多长呢 二十厘米 也就是说 这样四个不同颜色的塑料管 长度是八十厘米 海狮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首先出场的是加州海狮 Lolo 饲养员还没有准备好 Lolo就直接入水起跳 Lolo 你也太急于表现自己了吧 好了 我们再来一次 Lolo 稍等哦 开始 两个格子的高度 Lolo 成功过圈 我们看看南美海狮疏散 同样高度的表现 同样非常轻松 接下来 难度升级 加州海狮Lolo 要挑战的是四个格子的高度 Lolo 它做到了 多么完美的一跳 让我们记住这个瞬间吧 南美海狮能完成吗 苏蜡 苏蜡 苏蜡动身一跃 可惜她的身体擦到了跳蜡的边 这个高度对于苏蜡来说有些困难 跳圈比赛 跳圈比赛 加州海狮胜 看见没 看见没 跳圈 我们加州海狮赢 加州海狮真是太聪明了 喂 刚刚顶球 可是我们南美海狮赢了 南美海狮更聪明 加州海狮聪明 南美海狮聪明 加州海狮是人们最早训练的跟表演的一种海狮 另一个相当于分布在南美的海狮 南海狮大小个头跟北海狮 加州海狮大小差不多 颜色上会有些区别 加州海狮就很黑 南美海狮就有点棕色 有些人认为加州海狮聪明 南美海狮不聪明 其实我们想 动物聪不聪明 可能是指它的接受能力聪不聪明 在我们的试验中 我们看到了 南美海狮顶球的水平 就要比加州海狮好一些 而加州海狮玩圈的水平 就要比南美海狮要强一些 因此我们说加州海狮跟南美海狮各有所长 不过呢 只是加州海狮 人民训练的时间比较长一些 表演的历史比较久一些 所以说呢 从这个主观上看 好像加州海狮呢 比南美海狮聪明一些 好了好了 海狮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就到了讲故事的时间了 快告诉我 这次漂亮女王和导内祥又干了什么坏事 听说他们这次的目标是 红富紧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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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ul 好 好 好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绿也为什么 这大清早的 小康你干什么呢 李某某好 我在锻炼身体呢 不错 小明白 稀里哗啦小美丽 他们怎么的还没起床 昨天晚上为了救助一只金丝猴 他们折腾得大半夜都没睡觉 现在正在睡觉呢 你有事 那行 我去叫他们 不用 我打算从绿野卫视里面选一个人 去到绿野行踪小学去讲座 大家把你们当成英雄 你们一定得纵使 你们好好商量一下 回头告诉我结果 我走了 去绿野行踪做讲座 就一个人 不行 我得表现一下 怎么可以 怎么可能 如此暗淡的羽毛 怎么称得上我高贵华丽的气质 我必须得有一件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新衣服 倒霉侠 倒霉侠 请说清楚 请再说一遍 魔镜魔镜 我要既好看又好吃的 被你找到好看又好吃的 好多肉啊 好看吗 好看 好看 有多好看 好看 一起来看 一起来看 倒霉侠 倒霉侠 女王陛下 有什么吩咐吗 你去给我找一件新的羽毛衣服回来 找不到 你就别回来了 说话说的 可是 女王陛下 去哪里找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笨子蛋 我要是知道的话 要你干嘛 是 可 可是 没有可是 就是他 就是他 红布锦基 我用他的毛 做一件新的一毛衣服 你 快去把我的小宝贯们带回来 少一根毛 我要你好看 吃吃吃 我就要有一件新的一毛衣服了 可是 红布锦基 好吃吗 我的红布锦基 我的红布锦基 红布锦基 我的红布锦基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我的红布锦基 你在哪里呀 我最爱的红布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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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最爱的红布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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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倒霉项 我最爱的红布锦基 你最爱的红布锦基 它是红布锦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在哪里啊 你在哪里 这只红柱子的猫太漂亮了 女王看到它一定会很喜欢的 不过猫给了女王 剩下的是不是给我了 奇怪了 在哪呢 小柯 看我这是怎么收拾你 红富锦机家 这到底在什么地方啊 这次我就不信抓不到 放大便搭不忽气了 这可怎么办呀 哎呦 倒门翔 你要是让我出去了 我就要你好看 我本来就好看 小柯呼叫稀里哗啦 小柯呼叫小明吧 你们快来救救我呀 叫你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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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叫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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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柯呼叫 叫你救救 小柯呼叫 这样子 打完枪 要本是把我翻出来 别乱叫 我要设立一个更好的陷阱去装空腹景气 跑这里边待着吧 倒没想 你竟然把他红不紧的 你把我痛了 倒没想了 你就把我翻出来 小哥不叫小明白 小哥不叫小明白 快来救我 快来救我 你看花啦 这一大早的 谁来过 我们在这小朋友去哪儿了 有小偷 小偷 小偷在哪儿 有没有丢什么 什么 有小偷来了 天哪 放到我的漂亮衣服呢 还有我的锅 我的碗 还有我的肉包子 你们快看 这是什么 又是这个倒没想 他这次又要干什么 从画面上看 倒没想 八成是要对红腹景低下手 嗯 施力 你快看那个袋子 一动一动的 是什么呀 哎呀 先别管他是什么了 现在是我们绿野卫视该行动的时候了 哎 小柯呢 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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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嘻里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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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明白 这是我和花拉新发明的天气控制器 我们在这里负责控制 你快去吧 我跟你们说啊 这个天气控制器呢 特别的神奇 什么风雨雷电啊 要什么 就有什么 还有 哗啦哗啦哗啦 低调 低调 是 这么厉害呀 嘿嘿嘿 那那我呢 我有什么装备啊 我干点什么呀 呃 小美丽啊 嘿嘿 你在家打早卫生 做好后勤工作嘛 嘿嘿嘿 就不带我 feliz 好 ening 他 贡献 Patterns Jeez 他 不能 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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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川 你怎么出来了 鸡腿 哪的 出来 你们 你们 干嘛 女王救我 给你 给你 太好了 我就要见到那些漂亮的小宝贝们了 我就要有新的羽毛衣服了 我将会变得更加美丽 倒霉翔 我说过我叫你好看 女王 女王 救我女王 小明伴呼叫稀里哗啦 小明伴呼叫稀里哗啦 稀里收到 哗啦收到 我们已经抓住了倒霉翔 但是女王又来救他啦 我们的新发明派上用场了 大家跟坏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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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啊 这个 太棒了 太棒了 这是稀里哗啦的新发明吧 小柯哥哥 你真有眼光 这是我们新发明的天气控制器 啊 女王又回来了 看我的 嘿 哎呦 小柯 小柯你怎么了 小柯 你也没事吧 你醒醒啊小柯 小柯 小柯 小柯你醒醒 小柯 小柯你怎么了 哎呀 怎么样了 哎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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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喜欢了 闪电怎么批到我了 嗯 小柯哥哥 你醒啦 要不要吃了什么呀 嗯 对对对对对 吃点楼包子怎么样 别和我插开话题 我就问 闪电为什么批到我了 哎呀 你说什么 嗯 你画不太好 哎呦 我听不见呢 我先挂了 完了 倒霉翔又被女王救走了 回去再和她们算账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蛋 你也为啥 我还会再回来的 林伯伯整个事情就是这样的 林伯伯对不起 我单独行动让大家担心了 好了 这个知道错了 就好 上绿越行动小学讲座的事 谁去 上了什么 去绿越行动小学 讲座 对不起小美丽 对不起小明白 我觉得你们一直比我优秀 林伯伯一定不会选我 所以我就悄悄的自己行动了 我就是想表现一下自己 你这个小柯 林伯伯我们决定了 就让小柯去绿越行动小学 对对对就让小柯去吧 顺便让他去给同学们讲讲他这次难忘的经历 怎么样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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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生我的气了 真的让我去 太好了 好 这事就这么定了 我跟校长说一下 林伯伯再见 林伯伯再见 你们真的太好了 哎呀好了好了 别动别动 你看你这弄的 我为什么会被闪电击到呢 叽里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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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叽里哒啦 闪 闪 你别跑 这两个坏蛋 这个就是变我那个天气控制器 我 我 别 别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周同一时间 记得收看我们的绿叶行踪 我们不见不散 再见 下周同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